早上的7点28分 我们来看看5月30号 副总统出局的2017年台北国际电脑长来开幕一次 副总统致辞时表示 台北的国际电脑长从1981年创新已经37年了 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国际之通专心业专业长 近年更掌握物联网VR虚拟实境 AR扩进实境人工智慧机器人电竞等潮流 以建构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定位 并于今年邀请26国1600加国内外产商厂长 吸手迈向软硬地整合 大数据分析于物联网应用的国际平台 副总统认为全球产业环境在 资科经济时代已有大幅的转变 我国为了迎接新一波科技带来的挑战 政府已提出数位国家创新机的政策 从基础环境人才培育 城乡建设等方面着手 谈及政府相关的措施 副总统更提出政府去年推动的 亚洲西谷方案半年内 已成立亚洲西谷计划执行中心 及美国西谷办公室 也订阅规划出 斧头商物联网创新第一体 作为场学的平台 引进年轻人创新的团队进驻 产业翻面由西谷物联网 产业大联盟成立的 整首我国科技业 副总统说科技发展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提升全民生活品质的效率 并降低人员和成本的消耗 政府一定会用最大的企图心与实现力 让台湾成为未来产业的疏离 新创人才的交流区域 创造更智慧更便捷的生活 随后副总统清理台北国际电脑长 创新设计长各项 肯定或将厂商结束表现 台湾产业根据经济力 也在主办单位陪同下参观展区 实地了解自通讯产业发展的趋势及应用现况 包括了经济部长李世光 国家发展委员副志位 拱明星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 黄志芳以前是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现任外贸协会的董事长 台北市电脑工会董事长 董事企业及美商超微电脑公司董事长 World Vita一出席 国际电脑长开幕的活动 记着燕国龙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电脑公司董事长 国际电脑公司董事长